第三條 好 請選 異性原題家 對 因為根據網路溫度計調查 最受女生歡迎的身高 是178公分跟180公分 是這樣嗎 當然啦 就是不用我們世界 怎麼樣 你們要輸了是不是 我直接跳過 要反駁嗎 有反駁嗎 海卡 有 完全的錯誤 你自己也可以講得出來 我最盡力的講 加油 盡力講 我講 講一下矮個子的優勢 其實是這樣子 我老實講 就是這根據心理學的 為什麼男生會喜歡矮的女生 其實是有根據的 是因為當我們女生在看男生的時候 她頭會往上 仰望 你的頸動脈會露出來 這在以前的生物學來講是 你示弱的意思 所以你會看起來楚楚可憐 所以對這個 一般男女在交往的時候 我可能比較矮 但我露出我的頸動脈 他就會覺得 這個人是楚楚可憐的樣子 在心理學跟生物學真的是這樣 不是討厭嗎 還是楚楚可憐 是楚楚可憐的意思 幾多半是要害 我原理把我的要害直接讓你這樣 就像說狗狗斌度 我稱臣 對 所以會讓矮的人會比較有親和力 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以前到現在 這個女人緣都是不錯 但就僅止於是女生的朋友 女生的朋友很多 就 只到朋友這樣子 還是來他還年輕 對 來 丹恩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交給你了 我覺得 順著這個 這個 這頸動脈下去 我覺得 有些女生他就是喜歡 個子比較小的男生 因為 你們可能就是普遍在亞洲國家 女生會比較喜歡高的 但是在歐洲不一定 像我之前在法國旅行的時候 我在酒吧其實還滿受 法國女生歡迎的 對 是嗎 他在法國的時候是不用鞋墊的 喔 很受歡迎 對 每次放棄了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們 你說法國女生不會喜歡身高特別高的 是不是 並不一定喜歡身高 並不一定 對 其實你在法國的巴黎的街頭 到處可以看到 就是高高的女生 牽著 就是很小的亞洲男生 真的耶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有點訝異 那你會覺得 你第一個 那個第一眼會心裡是OS是什麼 對啊 你會覺得說 什麼 對啦 所以 不是有錢真好 有錢 沒有 不一定是有錢 別靠 你講真的 說實話 說實話 真的 你去任何一個國家 你看看一個女生漂亮好瘦 可是旁邊胖胖矮矮的 然後禿頭 有錢真好 大家可以 所有的人留言是不是都有錢真好 社會上是有一部分 不是這樣 但是他現在講的是 感覺起來是真愛的話 對 跟你講 而且通常矮的 比較懂得如何貼心 因為通常矮的會 因為我們贏不了高個他們的個子 所以我們就會想一些 OK 我特別為這個女生 做什麼樣的事情 她會特別覺得感動 像是我高中追一個校花 我就想說有一天她那個來了 我就特別煮了紅豆湯 閒天晚上煮好 然後保溫好 然後隔天帶到學校去讓她喝 然後她說好好喝 然後所以後來我又煮了給她 然後還根據她說 我現在想要加什麼QQ 然後就加不同口味進去 去跟她保證那口味 結果她隔天就拉肚子了 沒有 但是後來有跟你在一起嗎 這麼貼心 後來就跟我在一起了 不是要拿去跟高的奶生一起吃 沒 學長吃啊 沒有 那個很高的學長還說 那是你男朋友 沒有…那是我們像口賣紅豆湯的 我有跟她點她每天吃 柏伊 柏伊怎麼了 柏伊 煮紅豆湯這個部分 跟身高沒有關係 真的 沒有關係 沒有 但是 我們努力啊 對啊 我們努力啊 高哥也可以努力啊 高哥只會買一些他喜歡的禮物 只會買花 只會買娃娃 這種現成的東西 那個是有錢跟沒有錢的問題 講一下你們高哥 為了這個情感的付出有沒有 做出很努力的事情 我一講高哥的時候下雨天 怎麼樣 我們幫女生撐傘 女生可以勾著我們的手腕 還可以靠在肩膀上 好 來喔 而且你那個雨傘 會一直戳到女生眼前 對 沒錯 拿高一點 拿高一點 一直戳 喔 高哥原本就高了嘛 他雨傘就拿很高 雨傘拿很高 雨傘斜就飄進才打到女生了 對 雨傘會飄進來 跟高二傘會飄進來 我們矮個直接不撐傘 直接拿給他撐我們而已好不好 那你會把傘罩傳染給他 對 博弈 博弈要再講 博弈 博弈 來 我補充一個 我們高哥騎摩托車坐前面 女生在後面我們有高度雨水 會被我們擋掉 像一座山在前面一樣 我們直接開車就好不是嗎 還好我們都開車 對啊 矮的都開車 你們直接騎車 我們開車 高哥好幾個 對啊 好 高哥其實也有蠻多人游車 這個不要去拚 來 小羽要加兩句 來 像我在那個夜店就很有優勢 哪裡 夜店人擠了嘛 哪裡 因為我高啊 金毛獅王是嗎 對 可以啦 就是因為我高 我站在前面 女生就會注意到你的頭髮 哇 這個男生頭髮怎麼這樣 金金的 啵啵啵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有一個朋友 一個外國朋友 他很高 然後又帥又什麼的 然後他每次都是一個 在夜門嗎 不是 他是澳洲的 澳洲 澳洲 對 每次他都會跟他的女朋友們 分手 就大概一個月就分手 為什麼 就是跟他說你怎麼了 他們說 因為我的那個就是 好 不過大什麼的 所以有一些搞的男生 真的那邊就是比較沒有用 所以妳現在 妳要證明 現在的女帥都喜歡 那個地方比較大 不是高度的問題 是你那邊有沒有在用 澳洲 前面兩位姊姊 或許還好 後面五位是大學生 對啦 他父母親都有在看這個節目 二十歲 他沒有加過男朋友 在這邊舉偶 我喜歡大的 你覺得他父母在家看電視會怎樣 你不要這樣嗎 前面還要 後面五個不要 對 我幫你認真調查 我覺得女生 我覺得這樣可以 夏語心跟小潔 你們就滿足他 對啦 滿足什麼啦 不是啦 滿足他的他想要知道 對啦 他想要知道說 高的是不是就是 真的感覺的嘛 就比較那個嘛 只有你們的經驗講 小潔 你朋友跟你講就可以了 你第一次看到我 很害羞 小潔 小潔 不是 因為 等一下啦 我回答你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高的我只聽過 因為女生不會分享大小 但會分享 因為高的真的比較不喜歡 覺得不喜歡服務 因為比較 等一下 妳講這個跟心理有關的 來 來 妳說 我提錯了啦 因為高的真的比較愛自己 所以會比較不重視女生的感覺 女生 那矮個是因為他說 可能很珍惜這個女孩 願意跟我在一起 重服務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願意 服務型選手 服務型… 其實我們一直有一個傳說是 矮的人都比較有錢 矮的人是比較有錢的 怎麼說 因為據說是 我們這樣子撿錢是比較容易的 這什麼啊 矮的撿錢 好可憐 你有沒有乾脆在庙口 躺在地上會更多錢 不是 我承信一下 這是製作單位 他們想叫我講的 這不是你正 對 一年中你才是不會講這個 我不會講出這種這種等級的笑話 比較少講出這樣 但是我就覺得 欸 錢比較 喔 捲錢 對… 看你臉那麼脹紅 對… 所以矮的撿好撿錢這件事情 太荒謬了 講太出來 太有道理了 來 這個我真的也是講不太出來 但是 我覺得我們矮個是環保愛地球 這個可以講 對 我們的衣服都買S號的 對 那個布料用的比較少 用的比較少 對 而且還可以跟女朋友就是互穿 但是都會穿女班底的衣服 因為剛剛好 其實真的是 對 然後這樣就可以跟女朋友就這樣 增進感情 不是 你知道現在高個 如果女生穿高個的衣服 就是男朋友風格 女生會比較性感 沒有… 我們先認真的討論 就是環保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我們高的人 矮的人對不對 那譬如你們一般高的人的褲子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還有加了這個短 就是可以做這個抹布做什麼 不是 我們很省啊 可是你的看你的比較寬啊 沒有 可是長度真的差很多 然後汽車好了 一台汽車譬如說 如果全世界都是矮子的話 那鋼鐵可以省很多 全部車子坐小小就好 全部坐那麼大的車子 所以 所以不要有巴士對不對 你們住的房子 你們一般住的房子 如果我們來住 我們可以坐成三層樓 或是兩層樓 兩層樓 非常的環保 那你乾脆塔位更省 不是啦 不是 矮子在講 因為這個地球 它就有分高的跟矮的 高的它本來就是要選擇 布料比較多 不然你一直加它穿泳褲 都不用穿 好 它也是一定要來的 它現在是說 它的確事實上 事實上它們可以省比較多的布料 布料 所以放建材 鋼鐵 對 建材 鋼鐵可以比較省 還有第三點… 加油… 快點… 永遠的膝胃 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 就是我們只要上去可能拍照 因為我們矮的關係 是我們普遍都會站在最前面 對 前面的中間 第一排 對 像我們待會兒 我們如果還以為我拍照 我們也是會站在最前面 因為高的拍起來要看全身 矮的就隨便 沒有… 我們矮的在前面就可以看到全身 而且以前我們大學的時候 表演那個踢踏舞 我們全盤都要表演 我真的不是全盤踢最好 但是我已經站在最中間 因為你矮 可是大家都要站著踢 然後你就會在中間 然後旁邊都是這樣子 對 因為在旁邊可能大家看不到你 對不對 對 也看不到 但是站在第一排 蹲在也不叫膝胃 成龍大哥也沒有很高 他站在哪個位置都是C位 對… 反正這個太難正變 滿有道理的 好 他們覺得他們是永遠的C位 好 OK 這怎麼投票 這不用投票了吧 對啊 因為這三點綜合 不是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 綜合起來 平安一講 我覺得矮個子的氣勢很強 對 他們也覺得他們的這個 在人生當中的優勢也 滿不錯的對不對 好 但是下一次假如 真的要交男朋友的話 這集的討論 良心喔 要摸著良心 摸著良心講 最後囉 好不好 我們到底討論了什麼 講實話 講實話 就像 也許你們前面幾任都是跟高個子 但是後來聽完今天這些話 想要換看看矮的 我也想說 加個矮的然後生出來也矮這樣 就是今天 來 偷偷恭喜 不然是大會的 沒有… 偷偷恭喜 這不算… 這已經不算了 NO哥這已經不算了 週一至中午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跟... 来啦